防堵新冠肺炎疫情进到社区 皮诺县马家乡在中午道路前 设置部落检疫症 也加强社区的消毒 各村及社区发展协会都动起来 进行重点区域喷药清销 那我们自己从办公室也制作消毒水 对这个公共场所 与私底 为来继续这个消毒 我们相关所也有每周一次 但是我们自己社区 更主动两天一次 两天一次这样 我们不能有万一 所以我们很认真的 很辛苦的在做全乡的消毒的工作 除了在部落 我们每隔三天是全乡各部落 要消毒一次之外 我们对于我们乡内 所有的各机关团体 尤其是诊所 我们都加强消毒的工作 马家乡的部落分散各地 各村都积极执行消毒工作 其中三河村 小小的村落就有四间诊所 社区发展协会 除针对公共空间消毒外 也加强诊所户外空间的消毒作业 让社区居民更安心 目前我们社区是针对我们四个诊所 非常的密集在这个社区里面 那由于外面来的所有的病人 都是来自四面八方 所以相公所也特别针对这件事情 除了我们公共产域 文件帐 活动中心以外 也特别针对我们社区的这四个诊所 来特别做消毒 二到三天 一周 持续防疫消毒 不仅让居民安心 也能发挥二组病毒扩散的最佳效果 相公所也呼吁民众戴口罩 请洗手消毒 不群聚 保持社交距离 只要自己谨慎做好预防措施 就能降低被传染的机会 评论新闻 张如意刘建荣采访报道